很多人说我的房车的布局不常见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我和很多人不太一样 长期生活在外面以车为家 孩子偶尔会过来看我 这种布局的房车就是床多 孩子来了也能住得下 比住在酒店省钱 也能有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 在外面生活就是这样 能省就省 所以自家旅居这一年多 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云南西双版纳嘎萨 这里四季如春生活成本较低 过年我还没拿到房车时 在这个歹市雨林温泉客栈住了一个月 老板娘一家人都很和善 1800的祖金 我经常早晨散步到附近的早餐店 这一大碗超多牛肉的米干10块钱 吃完在旁边的地摊上 买点当地农户种的新鲜蔬菜 中午在客栈里面的公共厨房做个家常小菜 下午在客栈楼顶上的温泉池 泡泡测天然的硫磺温泉 吹着晚风直到夜幕降临 可以旅行在路上 也可以找个喜欢的地方停下来 哪天想走了 就又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你喜欢这样的旅居生活方式吗